Hello 觀眾大家好,又是我Neo 今天會和大家來開箱這部Northin 他們剛剛新推出的Northin Phone 3 這部Phone 3就是Northin他們2025年的旗艦機 這部Phone 3就是一部規格 可以說是不過不失的手機 看規格是不錯的 但是不算特別標籤 不過如果有看開Northin手機的觀眾 應該大概都知道Northin 他們一向都不是銷售規格 他們一向都在銷售的都是他們手機的設計風格 其中Northin他們最為人熟悉的 就是他們機背的Glyph光條設計 這次Phone 3就放棄了 上一代Phone 2後面的光條系統設計 取而代之Phone 3就在這一代 改用了Glyph Matrix的設計 就是一個微型的點陣式LED顯示屏 就是這隻小屏幕 就這樣看廣告的話都頂刺 這個顯示屏除了可以給你顯示 就是一些很基本的icon 通知之外 你還可以在這個顯示屏上面 去玩一些小遊戲 還有一些小工具 在今天的影片中 我除了會講一些NorthinOS 他們本身有的一些很standard的功能之外 我還會分享五個隱藏的玩法 我還會教大家如何在這個屏幕上面 去加一些自己設計的logo 讓你可以customize這部機 在這個這麼有趣的顯示屏上面 顯示一些屬於你自己的東西 預告定了 片尾也會有一個彩蛋 NEO會在片尾內分享 200個customize的icon 你可以設定某些功能 就會顯示某些icon 我會教大家如何做這個 大家學會了之後 可以單我這200個icon 加進你的手機去使用 好了 今天的影片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廢話小說 馬上開箱 我今天開箱的這部機 就是他們白色版本 12億RAM 256億來自儲存空間的Northin Phone 3 它的售價是$6,399 這個箱給我第一個感覺就是 很扁 我很少見手機的餡料做到這麼薄 這部Phone 3 第一次拿上手 給我的感覺是 我挺喜歡它的外形設計 我第一次開箱的手機 是不想幫它加任何手機殼 因為我不想加一些殼 蓋上它本身的設計 口裡竟然真的跟著一個透明的手機殼 讓你安裝到手機殼 都可以看到它裸機的設計 裡面還跟著一條Northin 特別設計的type-c線 其實這次這部新機的外觀設計 都蠻大爭議性 有些人覺得它設計蠻好看 有些人覺得它的設計很奇怪 有些人會覺得這部Phone 3的設計 有點奇怪 其實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它這個設計 是違反了一些傳統的設計規範 Sorry 因為我是設計師來的 職業病 其實我們有一個叫Grid System 你所有東西只要按著Grid System去放 其實所有東西都會很好看 其實這邊這幾個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它全部都放在Grid裡面 你只要按著Grid System去放 其實基本上那些東西不會太錯 也會有一種很整齊和很clean的感覺 但如果你的物件太近邊的時候 例如這個長鏡 不知為何 它剛好碰著Grid System的邊 令到這個鏡頭 感覺上好像擺錯位的感覺 這就是違反了Grid System的後果 就是會有一種不平衡的感覺 還有的就是 如果我們把這部機反到側面看 你會見到下面的兩個鏡頭 是比起上面那個鏡頭更加長的 好有趣 好少手機會把比較長的鏡頭放在下面 通常都是放在最高的位置 但這個Northin Phone 3 就好前衛地把這個鏡頭放在下面 比較近中間的位置 這個就是另一個覺得 它設計上比較奇怪的位置 不過設計其實就沒說好死的 很多設計師都不跟規矩做事的 沒問題的 你只要做出來的設計 如果大家喜歡 大家買 其實就OK 規矩是用來打破的 總之這部Phone 3的設計 就是別樹一格 知道大家最想看的都是顯示屏 但作為一個開箱影片 我也有責任跟大家 很快速地講一下這部機的配置 這部Phone 3 跟Phone 2比較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一個明顯的升級 首先就是屏幕 Phone 3的屏幕像素是高一點的 而且它的屏幕也是比起Phone 2 是光一點的 Phone 3的屏幕亮度封值最高 可以達到4500個Nits 總之就是一隻很光的螢幕 跟很多市面上其他的手機屏幕去比較 它都算是比較光的一隻螢幕 繼續的就是處理器 這部Phone 3的處理器 今次就用了Snapdragon 8S Gen 4的 就是這張晶片 雖然不是最頂級的那張Snapdragon 8 Gen 3的晶片 但這張8S 4 都是一張4納米製程技術駐造出來的晶片 效能相當夠用 其實這部Phone 3 有一樣值得讚的東西 就是它的OS 我是挺欣賞Northin OS 它們的interface的設計 我覺得整個feel是很fine的 除了它的interface之外 我更加想贊的就是它的OS的純暢度 你去swap不同的page 或者你去按這個按鈕的時候 它的transition 它的過場動畫 全部都做得很乾淨很smooth 當然它這次的晶片是厲害了 所以它的OS的所有動畫都可以做得精緻一點 而且Northin這部旗艦機 那個build quality都是很firm 拿起手這部機是會給你一種很premium 就是會覺得它是一部貴機的感覺 所以這部機的hands on去玩的體驗 我會給它幾高分 繼續講一下這個相機鏡頭 上一代Phone 2只有兩支鏡頭 而Phone 3在今代我們就有三支鏡頭 就加了一個三倍的長焦鏡 我們現在可以在這支三倍長焦鏡裡面 拍到五千萬像素的相片 這支長鏡除了可以三倍變焦之外 它也可以變成六倍變焦 但你就要犧牲相片的像素 就由五千萬像素就跌到一千二百萬像素 但是在這個模式下可以拍得遠一點 最遠就可以去到140mm 加上這個三倍變焦之後 現在在這個Phone 3上面的所有相機 都可以拍到五千萬像素 除了它本身的標準鏡和廣角鏡 可以拍到五千萬像素之外 因為前面的鏡頭 也就是自拍鏡 都可以拍到五千萬像素 然後就是電池 今次Phone 3的電池容量 比起Phone 2是大了 就由過往的4700mAh 就升級到現在Phone 3的5150mAh 當然手機用得時間長不長 除了電池之外都要看它的OS 如果你不是用這部手機不停看片 或者不停上網的話 正常使用的話 這部手機大約充一次電可以用到兩天 還有就是充電 充電 充電都由過往的45W 就升級到現在65W 充電就更加快 還有就是Wi-Fi 今次這部新機也支援Wi-Fi 7 還有Bluetooth 6.0 就是一些更加高規格的制式 總之這部Phone 3給我的感覺就是 2025年一部Android手機應該有的規格 它都有齊 所以為什麼我說這部機是不過不失 好了看完配置之後 我們就來看看重點 那就是Phone 3他們這個新的Gryph Matrix顯示屏 不知道大家對Noffing 他們今次放棄了Phone 2他們的光條設計 這個決定是怎麼看的呢 有些人Buy 有些人不Buy 我自己講一下我怎麼看 其實Phone 2它的光條設計是型的 加上它本身的設計設計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Match 但我就覺得Phone 2它的光條設計 其實有一個弱點就是 它顯示到的資訊其實很少 而且你跟它的互動也都不會有很多 但Phone 3它改了這個很Retro Design 點陣式的顯示屏之後 它就可以做到的東西會多很多 但我唯一覺得奇怪的地方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它這個顯示屏 要做得那麼細 其實如果你跟下面的這個鏡頭去比較 其實它只不過是大一點點而已 其實在這麼細的螢幕裡面 你可以顯示到的資訊 可能真的只有一個icon 或者一隻字 好老實講 我就覺得不是很夠大的 手機背面有這麼大的空間 為什麼不整個背面都顯示屏呢 就算不是整個背面都是顯示屏 都大一點點 你玩過那些mini game 都算大一點看得清楚一點 對不對 即是上一代Phone 2 它後面的光條設計 是整個機背都是光條 你突然間 由這麼大面積的Glyph設計 突然間變成Phone 3 這麼細的Glyph設計 正常都會有一種落差感 我還覺得Nuffin 它們不可能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它們可能只不過 是未在這個Nuffin Phone上面 加這個更大的屏幕 可能只是不是這一代 可能之後的代數就會再做一些 比較大的Glyph顯示屏設計 可能不少人拿到這個Phone 3之後 都會以為 Nuffin OS裡面 只是原裝幾個小工具小遊戲 可以玩的 其實就不是這樣的 你只要更新你的Nuffin OS 去到3.5版本 也就是現在最新的版本 你只要去Glyph Toy這裡 其實你可以加更多的小遊戲小工具 這些就是我說的隱藏小工具 這個隱藏小工具 有十幾個小工具 其中我覺得有幾個是值得說的 我覺得第一個值得看的小工具 就是這個Spin the Bottle 這裡我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位置我們待機狀態 其實我們這裡有一個 下面這裡有一個按鈕 其實是可以按的 如果按它的話 你會看到它開始切換不同的小遊戲 這個就是Spin the Bottle 那怎樣玩呢 我們按住這個按鈕 它就會開始轉 通常玩tour or dare的時候 都會放一個瓶在中間 然後轉 轉中誰呢 誰就要接受挑戰 這個就是一個Digital的Spin the Bottle 剛剛桌面上沒有瓶的時候 有這個小工具就很過激了 而第二個就叫Leveler 是什麼東西來的呢 這個位置我們可以拿起來 你看到它就好像變了一個 平時我們相機腳架的時候 上面有一個波波 這個就是其實一樣的 那個原理 當你的手機完全平坦的時候 它就會實了色 就代表那部機平了 這個可以是一個減壓遊戲 也可以是一個實用的工具 第三個就是GryphMirror 開了遊戲之後 你會見到這塊東西 其實就是我的樣子來的 我走近一點 你會見到我的輪廓比較清楚 你就看清楚一點 其實有點像一個IG Filter 純粹是玩玩的 可能你會想 這幾個這樣都算隱藏工具 這幾個我都玩過 所以我特地上Noffing 他們在一個community的討論區 找了幾個是Developer 自己寫出來的小工具 我就找到這個叫Counter的Gryph Toy 就是一個Developer 他自己寫出來的 我現在已經開了出來 因為我已經按了16下 所以這裡顯示16 這裡我只要按一下 它就會加一下 按一下 它又加一下 再按多一下 它又加多一下 純粹是一個減壓的工具 可能就是你很無聊很無聊的時候 可以開來玩的一個遊戲 最後一個 也是我最喜歡的隱藏小工具 就是這個Gryph Water Toy的小工具 就是一坨水 在這個圓球裡面 按著你的手機的轉向 在那裡流動 我覺得這個遊戲 厲害的地方是 是Developer 竟然可以寫出來 我不是很熟悉Programming 但我感覺上 這個Water Sim 應該不太容易做出來 這個遊戲 其實我可以顯示到 就是只要你肯花時間去寫的話 這個Gryph Toy 是可以讓你玩得很盡的 那Gryph他們自己 是有一些API 有一些SDK 可以給一些Developer 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下載 然後在家裡自己按 然後按一些你自己想要的功能 然後就放進去 可能有些很厲害的人 會做一些俄羅斯方塊 射擊遊戲 什麼都有可能的 它就像一個迷你的紅白機一樣 你可以在上面玩什麼遊戲都可以的 除了這五個隱藏功能之外 還有一個功能 我是超喜歡的 其實你在Northing OS裡面 你在這個位置 可以設置一些新的Essential Notification 這個功能 就可以讓你自己 很簡單的 Program一些指令 例如 本身Default的功能 就是任何通知 就會顯示這個Logo 原來我們可以改這個Logo 按下去Icon這個位置 我就可以自己去上傳一張相片 這裡我已經預先預備了一個N字 這個就是我自己用的Logo 我加下去之後 你就會看到它自動將一張圖 變成點震發 你自己可以調一個flash roll 去控制那個點顯示的深淺度 就是這樣 我這個手機在日收到任何通知的時候 都會顯示這個Logo 就像現在這樣 除了一個Generic的通知之外 你還可以customize 譬如我收到Gmail的話 我就要指定顯示這個Logo 都可以的 你只要設一個新的Rules 然後在這裡選這個App 在收到什麼通知的時候 就會顯示什麼 全部都可以customize 全部是由你控制的 就是這樣 我知道大家要去找這些Logo 其實都很煩的 所以我片頭的時候 跟大家說 有彩蛋 這個就預先為這個影片 預備了200個Logo 就是這200個Logo 這個Length已經放在影片的Description裡面 你理論上按那個Length 就可以入面下載到一個SIP檔回來 這個SIP檔 將它傳到你自己的Nothing Phone上面 在手機上面 就選擇了這個SIP檔 你看到裡面就有200個Logo 自動就會save到你的Album裡面 你以後save通知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這裡選自己想用的Logo 我相信這裡有200個Logo 絕對夠你用的 是不是覺得很棒呢 如果覺得很棒的話 記得like、subscribe、訂閱我這個頻道 還有打開通知功能 我還有什麼新影片 或者有什麼可以免費給大家下載 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好,教學完畢了 回來了 這部Phone3 就做一個很簡單的總結 跟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這部Phone3 就有兩個版本 就有12GB RAM、256GB來自儲存空間 就賣6,399元 它還有一個高配版本 就是16GB RAM、512GB來自儲存空間 這個版本就賣6,999元 老實說在現在這個手機市場裡 這個配置這個價錢 其實是算略貴的 很多人都會將Northin Phone 和OnePlus去比較 例如有這個OnePlus13 但這部機只賣4,000多元 但以它的配置 鏡頭、相機、效能、晶片 全部都差不多比這部Phone3 而且還要賣得便宜 這樣比一比 大家自然就會覺得 Phone3好像有點不值 不過公道一點說句 兩部機拍起來看的話 說真的 兩部機的顏值真的差很遠 OnePlus13這個手機設計 老實說 我覺得很麻麻 我覺得我們今天評測的這部Phone3 這個設計漂亮很多 還有Phone3也比起OnePlus13 是多了這個顯示屏 令到整部機好玩很多 更加有個人的獨特風格 至於如果你本身在用Phone2 今次這部Phone3 值不值得你升級呢 兩部機價錢相差1,000多元 兩代之間除了改了Glyph Design 的光條設計之外 Phone3上高 硬件上面都有很多的升級 例如升級了Snapdragon 8S Gen4的晶片 多了一個新的3倍變焦 5,000萬像素鏡頭 更高像素和更光的屏幕 更大的電池容量 更快的充電速度 而且Phone2也是2023年7月推出的 所以相隔了兩年 都已經一段時間了 總觀我們這個Phone3 今天這麼多的升級 我覺得由二代升級到三代 其實都是一個合理的升級 所以整體來說 今天這部Norfin Phone3 雖然它不是市場裡 最高性價比的Android手機 但它肯定是市場裡 其中一部最有特色的Android手機 所以如果你本身都有留意 Norfin這個品牌 你喜歡它們的設計 你想試一下它們的機器 這部Phone3其實都值得考慮入手 好了今天的評測影片都差不多了 關於這部手機 如果有什麼問題想問 有什麼想試的話 歡迎下面留言問我 答到的話我會盡量答你 試得到的話我都會盡量幫你試的 今天先說到這裏 like share我這個影片 訂閱這個頻道 和打開通知功能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